歌唱選秀節目出身的黃文鑫 近年來轉陣戲劇圈創下亮眼表現 他接連出演多部本土劇 精湛演技備受好評 也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竟由黃文鑫秀出在車上用餐的照片 偷了自己趁著拍完戲的空檔 安排了大腸鏡檢查 因此在檢查三天內必須採用低渣飲食法 只見他手中拿著白吐司 而一旁的妻子則吃著雞腿漢堡 不過他在美食面前也不為所動 堅定地遵循醫主 然有眼尖的網友發現 黃文鑫疑似開車邊吃東西 且沒有細安全帶 因此留言提醒他這個行為是違法的 可能會被罰款 對此黃文鑫回應到 當時他將車子停在停車格內吃午餐 雖並沒有違規 再解開了網友的誤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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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